再來看華人台東的鐵機路 高興都常常發生 公務的交通議員 華人政府現在準備要立法 要求主人就必須要 占對這些牛 這些牛來掛飄票 也規定說重要的交通 運輸落山 兩百公斤來 不可以來賣牛 還是賣牛 違法可以賣六萬塊 去年三個華人 福利家當第三時間 有一隻有過鐵機路 讓泰國國浪費 車頭整個都沒去 好可知道沒人受傷 另外 日空二年五月 日空一十年十一月 也都發現人家的牛 走進去鐵機路 造成違法 所以管理現在這段管理條例 規定學校內的主人 都要把他家的牛跟魚 打飛行牌 就追究是誰的牛 當然這也是另外一個附帶的一個價值 對 突然打飛行牌 也規定企業範圍 要離省度 跟中央交通運輸落山 兩百公斤以外才可以 違法的人會發六萬一相 並且照處來發 也不只對這項規定看法不一樣 耳標早上是他在草叢裡面 一段時間他就掉了 你有的牛你要打耳標 防疫所他可能要配合我們去打耳標 台中實施以後 一直沒打出 就是他們台中好像是山泉 這個東西如果距離可以五十公尺 其實五十公尺就很遠了 目前在管理 有列水農民差不多五十戶 若是沒打飛行牌 那時候出事就沒辦法對照 正在國雄電視辦說明會 突然發展的檢查 市的地方 在以後協助臨力的問題 會收集各方的意見 達致透論 結果在廣播規定 記者中下報道